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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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到映表機這一塊 我們先說明一下 很多人都會說 到底映表機怎麼選 因為市場上 其實雖然說 目前映表機 主要競爭的品牌 應該說市場上的品牌 大概就三加 HP 然后再来第二就是Epson 然后再来就是 另外一家是Canon 那这三家品牌 其实在台湾市场 虽然说只有三个品牌 可是竞争的这个态势 其实是还蛮明显的 那很多印表金 很多的厂商会教育消费者说 你买印表金 你第一个要考量到 就是你的列印成本 我可以说是 就像你买车 你会考量到你的油耗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 问各位一个问题 机车跟汽车哪一个比较省油 机车比较省油 如果你要从台北开车 如果你要从台北到屏东 你会骑车还是开车 为什么不会骑车 它最省耶 因为它可能会让你在贩路购龙 你可能会在西冰吹风吹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再牵车去机车行 说要塞的我的机车败掉了 所以你要找的其实是 这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所以一个观念是说 在印表机 在各位挑选这种所谓事物机的市场里面 其实你要看的其实是你的需求 你要针对你的需求去做设定 那成本最低的不见得是最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我大概稍微帮各位整理出了一个简单的表格 去让各位了解说 大概在这个市场上面 你要怎么去选择你的印表机 那第一个呢 我们大概选的就是雷射 目前市场上面有三个类型 一个就是雷射 然后一个就是喷墨 那喷墨里面其实又细分成两个 一个是用一般墨水颊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连续勾墨 连续勾墨就是以前你们会去光滑商场 然后看现场各位应该光滑商场应该都走大概18遍 但光滑商场里面有卖那种改机的 改机的印表机 就是买一口银 然后直接给它督下去 然后墨水就直接灌到旁边的那个水槽里面 那现在大部分的原厂其实自己都有出 印表的厂商自己都有出所谓原厂的连续勾墨 所以它可以带来更好的稳定度 然后也可以带来更好的列印效果 然后再也就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但是但是它毕竟还是用一些比较小型的继续勾墨 所以在这市场上面有三种 一个就是雷射然后喷墨 然后再就连续勾墨 那这边我有列出来列印成本 在这里面这三个里面 列印成本最低的是哪一个 连续勾墨 对连续勾墨的列印成本最低 黑色单张大概差不多0.0几 也就是说你的墨水比纸张还要便宜 你的纸可能随便拿一张被子的成本 都还比墨水的价格还要高 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墨甲 然后再来就雷射 在这里面这三种里面 单价最高的 以黑白的角度来看 单价最高的大概是在墨甲的 墨甲式的喷墨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第二高就是雷射 然后再来最便宜的 就是连续勾墨 可是如果说以耐用器来说的话 那这边我有提到说 列印速度跟列印频率 列印速度跟列印频率 最快的就是雷射 最快的就是雷射 然后再来就是 品质最好的也是雷射 然后防水性最好的也是雷射 那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 因为台湾政府还没有做到完全的异化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文件 都必须要有几年的保存期限 当你有营收的时候 所以在在保存实现里面 雷射的保存实现也会是最久的 也就是说假设你要做长期的文件保存 或者说你有一个文件 你要做长期的保存 雷射是最好的效果 效果是最好的 好那再来第二个最好的就是墨水甲 墨水甲市场的这一个HP表机 那为什么会特别讲墨水甲的印表机 这个我是特别针对HP的产品来说 因为HP其实在 只要你看到市场上是用HP的墨水甲 而且是四色分离的机种 其实它的这种内型的印表机 都可以有很不错的练印效果 速度也还OK 然后保存效果也还蛮长的 然后一样有四色的防水 但是它的保存期限 还有它的裂印上面的一些品质上 可能尤其是文字的品质上面 就比较没有像雷射这么好 那当然最后面的这个连续供我 它就是最便宜 可是它的裂印品质相对也是最差 那再来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我如果要印照片的话 因为可能各位创业的内容 比如说可能像刚刚金斯大做的这些东西 它比较多是用在图像上面 也就是说用在比如说印照片 印样品这些东西 对于影像的解析度跟颜色的要求 比较高 这时候我会推荐各位去买噴墨印表机 因为噴墨印表机的组成 对影像的组成是用墨点的方式去组成一个影像 所以墨点是圆的会比较活 比较活跃 所以在一般如果用 比如说像片子去印的话 印出来的效果 就会有跟像片外面充电得到一样的效果 然后它的纸张接受度也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 比较常印的东西是文件 是图表 例如你有很多分析图表 然后你的文字都非常非常小 你要达到非常细部 而且非常锐印的文字效果 那我就建议去买雷射 因为雷射的练印方式 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外面找印刷店印的东西一样 它是用雷射光去刻画出每一条线跟碳粉的排列 所以印出来的东西 尤其是文字上面 它会非常的锐利 然后可以印付非常非常细小的文字 跟非常非常复杂的涂料 这时候我就会建议各位去买雷射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实用需求去做 如果说是比较偏向影像类的 那我就建议去买噴木引导机 如果是比较偏向文字类文件类图表类的东西 那我们就建议去买雷射 这是大概最简单分辨的这两个东西 然后再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面 还有包含到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功能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这三个功能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你要在相同的价格 然后得到最多的功能 那最简单选择的方法就是去选 墨甲式的噴木引导机 原因其实很简单 各位知道印导机的概念 印导机的概念就是你的主机越贵 你的墨水就会越便宜 然后你的主机如果越便宜 你的墨水就会越贵 那墨水甲式的噴木引导机 我可以很明白跟各位讲 因为我之前其实在HP做财品经理 在噴木引导机这一个市场里面 原厂是愿意提供最多的功能 最齐全的功能 但是相对它所提供的墨水甲 就是以原厂角度来看 在墨水甲上面所能获取到的利润 相对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概念是 我给你的机器是很齐全的功能 然后很便宜的价格 但是墨水的部分 我们会从后面 印表电厂商会从墨水的部分 把这个利润回收回来 回收回来 那回收回来多更少 就是看各位的印量 不过雷射很多人问我说 那雷射为什么会这么贵 它的单价 机器的单价这么高 为什么雷射的耗材还这么贵 原因是因为雷射的组成方式 还有列印上的品质 尤其是刚刚提到的文字 会比较高 所以然后保存性 机能性也比较强 然后它里面所需要到的结构 也比较复杂 所以通常雷射的成本 在原厂的角度来看 单张的成本 的确是相对是最高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最后这个连续供墨 连续供墨大概就是 只能提供你最简单的功能 比如说今天你要传真 它就给你传真 你要列印它就给你列印 你要扫买它就给你扫描 可是要再更多 你要再更进阶的功能 不好意思没有了 除非你花更多的钱 去买一台旗舰型的连续供墨 你才可能得到大部分的功能 但你不会得到最齐全的功能 原因是因为 对连续供墨的厂商来说 我最后一次赚这个机器 就是赚这一次的钱 但是后面 在耗材的回收上面 基本上是趋近于理 趋近于理 因为你可能 印完了这一组墨水 大概机器也挂了 你就是要再去买下一台机器 等就要再买下一台机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HP在连续供墨里面 我们会做出 可以换喷头的机器的设计 因为在目前所有市场里面 连续供墨 只有HP可以在市场上面买到喷头 原因我们就是认为说 可能很多消费者 他印完之后 他只喷头故障 喷头可能已经到达了寿命 可是机器本身还没有坏 所以我们提供 HP提供了喷头 可以直接自行更换 这样子的设计 也就是说你的机器如果坏掉了 喷头是大部分都喷头的问题 所以喷头换掉 你的机器就可以再继续运作 可以大概再让你用一两年左右 但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使用方式 所以总结来说 依照你的需求去选择一台机器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那在这边我个人会比较推荐 就是中间这个 取中间集 原因是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 当然 我说不撇除利润 我撇除利润这个角度 撇除原厂利润这个角度 不说 我要说的是 如果说 你的工作室里面 你需要一台很齐全 机器功能很齐全的功能 然后 你希望价格不要拉得太高 然后希望价格不要拉 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的使用方式是 几乎一个礼拜会印好几次 那我就会推荐你买中间这个 但是这无关音量 你一次要印个一两张都没关系 你也可以一次一个 一天可能印个一张 或是一个礼拜印个一张都没关系 这个目的其实主要是 为了要维持那个喷头 本身还是保持在湿润的状态 最好可以维持它的稳定性 所以如果说印的频率有到一定的频率 那我会建议选中间这一个 因为这里面所以得到 得到的功能是最多 好下一个要跟各位讲说 到底印表机要怎么样 帮各位 H印表机怎么样帮各位省钱 很多人大部分都对印表机 一个既定印象就是 印表机就只能列印 但是它就是列印的功能而已 其他你要再更多的功能 其实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实是你要怎么样用 HP的印表机来 我们把HP的印表机来 我们应该说 我把HP当成一个范本 因为其实HP在这一个部分 是提供最多功能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用 HP印表机来当成 工作上面的工具 也是就可以帮你省成本 且各位记得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 中间那一个是因为 中间那一个所能提供的功能是最多 也就是说你不用 所有东西都把它印出来 记得买HP的印表机回去 不要只用列印的功能 它其实里面还有包含很多文件 储存跟管理的功能 那在使用界面上面 它其实是用一个非常 HP印表机通常都会用一个很简单的界面 它的界面大概就是全部都图像式的 然后只要你开机全部都是图像式 不会有那种下拉式选单 这么复杂的功能 在上面的所有的icon都可以自行定义 比如说你的工作室里面 常常使用影音的功能 常常使用扫描的功能 或常使用云端存取的功能 可以直接把这一个icon移到你的首页 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 它就直接是一个客制化的首页 所以不需要再另外再去 再去选单里面特别去挑选 就是走一个很自私化的路径 那在上面这边 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 在HP的这种彩色界面里面 往下拉 你也可以很快的看得到 相关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墨水匣 还有多少墨水 然后现在印表机 有没有连到网络上面 相关的功能 有没有开启 第一印的排程之类的东西 所以就跟使用智慧影手机 其实有点类似 那 这边要讲的是 在HP有彩色荧幕的机种上面 都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云端存取的功能 各位应该有用Google Drive吧 有用云端的功能 当然举个手 当然都有订阅云端的功能 你是不是很长时候 你会希望一个文件 比如说一个文件 你是希望可以存到云端上面 去做备份 然后备份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要先用 假设你有一台多功能事物机 你要先把它扫描到电脑里面去 或用手机拍照 然后存到电脑里面去 再上传云端 可是有时候 如果用手机拍照 有时候效果不好 因为比如说这边的光线 可能很乱 所以你常常会遇到影子的问题 这时候扫描器就很重要 因为扫描器可以让你原本的文件 还原到原本的样子 那或是说 扫描器扫完之后 你也是要存到电脑里面 再上传到云端 HP的这种界面 可以直接让你的多功能事物机 连线到你的Google Drive 然后扫描 就可以直接上传到Google Drive 的专属的资料夹 不需要再透过电脑 也不需要再透过手机 你只要多功能事物机 自己有连到网路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使用方式 非常非常的 操作方式非常的快速 也就是在文件储存的时候 不需要再多一个手续 不需要再多一道工 你只要直接做这件事情就可以 再第二个是 各位有没有经验 就是你要回签一些文件 或是回签一些 比如说合约书 报价单 这些 是不是要都手签 手签完之后 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报价单 传回去给你的客户 或者说你要怎么把报价单 传回去给你的 要怎么样把确认单 签回去给你的Band 通常都是手机拍照 或是扫描 也要传到店里面 然后attach到email 再把它传出去 对不对 在HP多功能事物机 只要是有彩色萤幕的 可以直接让文件传送 你只要在这个萤幕上面 输入对方的email地址 就可以直接把它传出去 同时在你的email信箱里面 会有一份备份的传送档案 比如说一致就可以做好文件储存 跟文件传送这两个 可是一般传统你要把它印出来 对不对 印出来之后签完 然后签完之后 你再扫描 然后到电脑里面再上传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功 所以等于是说 当你花一个一点点的钱 你就可以在办公室里面配置一台 有完整的文件储存功能的机种 那除了刚刚讲完之外 除了刚刚讲到这个东西之外 你上传到云端的文件 如果哪一天你需要列印 比如说你有在你的云端上面有一个自私的报价单格式 接下来你要在上面写一些内容 或者说你要给你的客户一份表格 可是你不会平常每次印一堆表格在那个地方 然后你每次要印表格的时候 你还要再到你的电脑里面去把资料夹叫出来 然后把答案打开按列印 很麻烦的 你可以直接把文件存到google drive上面 接下来当你每次要列印这个文件的时候 你只要到google drive 透过上面的萤幕操作 进到google drive里面 然后把你那一份表格印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也说你不需要在平台要印一大堆的文件上面 然后你也不需要每次要列印的时候 都还要到电脑里面去找答案 所以我们有特别针对所谓微型办公室的使用需求去重新做设计 那还有一个更有帮助的功能是 你的办公室一定不会只有一个人操作印表机 所以代表也不会只有一个人连到google drive 这样子的设计它可以同时接受好几组的账号 同时并存在这个印表机里面 每一个使用者只要要进到他自己的google drive 他只要输入自己设定的屏码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办公室的小张小王小李 全部都可以共同使用这台印表机 然后什么许志安啊 欣颖啊都可以用这台印表机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资讯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输入PIM 所以就不会有资讯外露的风险 对 就是影像就不会跑出来 好 这个是在云端的功能 那目前HP的这个系统可以支援 像google drive dropbox 这两个比较主流的云端空间 所以只要在萤幕上面直接点选 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 这个是在全云端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 我这台是云端印表机 云端在哪里 其实HP的云端 大概云端的最主要定义 就是这台印表机 本身可以直接连到云端空间 去做文件的存取 这个是最主要的功能 好 那再来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的这种有 萤幕的印表机上面 它还可以做一些 比较进阶的功能 举个例 这边我大概快速列举 列举几个 比如说影印 编辑影印 什么叫编辑影印 很多影印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印整页 假设你的文件 你只有一半而已 你可以在萤幕上面 直接框选你所想影印的区域 然后再把它印出来 不需要先印完之后 然后简简贴贴再放大 不用 直接在萤幕上面 就可以框选 第二个是 我们在主机里面 会内建一些表格 比如说五线谱 然后笔记本的表格 都可以直接上面 直接选择 然后列印 再第三个的话 就是前面 有一些机种 前面会有USB的插孔 所以如果有随身碟的文件 或是照片 可以直接插 然后随身碟上面 可以读取 然后直接列印 不过目前在文件的资源上面 我们最多只支援到PDF 因为Word 跟PowerPoint的格式太复杂 所以有时候印表记读取 会错误 我们比较不建议使用 那再来就是 刚刚各位下载的这个APP 那这个APP 基本上 我们HP的定位是 希望这个APP 可以变成你手机里面的文件处理中心 那这个文件处理中心 可以让你直接连到Google Drive 连到Dropbox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还有支援 OneDrive OneDrive Microsoft的OneDrive 可以直接在上面 把文件处取下来 直接列印 或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描 扫描完之后 再存到这里面 存到你的云端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当成是一个中心的文件管理 很多人说 这些功能不是现在的APP都做得到吗 那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吗 如果说要做到这个功能 可以用一套软体就可以完成的话 你在使用上面就会很方便 因为你不用好几套软体在那边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比如说我取地好 扫描有自己扫描的软体 然后存取有自己扫描的软体 你是不是要先开了扫描的软体 存到扫描的资料夹之后 然后你再到资料夹里面再把文件上传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具 要列印的时候 你还要再去资料夹里面 然后再把资料拉出来 然后再列印 其实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希望一套软体就可以完成 那各位等一下其实可以体验看看 它那个扫描的功能 那个扫描功能还蛮好用的 重点是它可以支援 直接把 比如说你有三张一个文件 有三个页面 可以直接把三个页面 存成同一份PDF 应该说无限 这只是拿三页来做举例而已 所以如果今天一份文件有五页 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扫描完之后 直接存成同一份PDF 这个是我们的APP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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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